当时做议员的时候,第一次演讲,因为安顺最出名的地点是大钟楼,所以我第一次的演讲,我说我们要多一些人来安顺,所以我演讲的时候,看到记者全部笑了。 为什么?我那时候开始演讲,我一直要大钟楼,大钟头,大钟头,大钟头,所以我一定要学华文,可是华文很难学,到我这个年纪,要学。 只是说要换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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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有责任了。 所以我刚才我赞然,李冠英是一个赖仔的,他得到他的目标,破记录的信,生了病人,今天他说,就他关销了,就没有责任。 所以现在只是说,不管他们的事,我们是笨蛋,我们应该离开我这。 所以我主要强调是说,是今天啦,民政党那个是容易那条路啊,就是离开,我就没有责任哦,像他这样哦,就离开, break off,就没有责任了哦。 这个是,这个是容易了啦,to be a hero,可是我们不会,we will stay back and fight in the end,to make sure that the private member field will not go through. 我在2008,2013,我输,所以在这方面经验丰富啦。 我也时常跟我的安顺选民讲啦,已经经验丰富了,了一次啦,不用太多了,两次够了。 二年级,二年级,我认为我也是到二年级。 是从晚上你睡觉的时候,十一点哦,去学半个小时。 怎么学?你是自己学吗? 有一些很多,用音乐。 哦。 可是不是,不是太好了。 睡觉每一天晚上,你用半个小时。 就是十五分钟,半个小时。 就是你,你跟着卡带念。 是啊。 可是还是,二年级。 还是,因为到我们这个老了,所以要学一分钟,比较难。 我的内容三十分钟了,我要讲的东西内容三十分钟。 汉语兵人用了三天三夜来学啊。 可是也讲的差不多好哦。 所以,有时带队去中国的时候,就给到他们。 因为中国他们的,那个很深的华语。 这个是其中一个,那么做一个党的主席,其中一个缺点是说,华语不好。 华语不好,那么就讲的沟通,就没有这么努力。 有时要讲的很多东西。 其实我有很多东西要讲的。 你看,我的讲稿全部是英文,临时翻译。 临时翻译。 所以有时就,不会讲的字呢。 讲错东西咯。 不会讲的,如果是不懂得怎么讲那个字眼,那怎么办? 因为我的,有一个华文的专业。 他说,你要学华文,你要敢讲。 是你不讲啊,你不会学到。 所以有时,错的也是讲。 行动党208、2013,每天天骂顿马。 他说顿马肚裁贪污。 今天暴来暴去,真的很可厉。 那么,他们就教我。 所以,我不知道我刚才讲这么多东西,哪一个是错误。 没有,没有问题。 我不懂。 那么,我要大胆讲。 因为你问我,我用华语,我尽我的能力。 但是也很好啊。 所以,希望不管是。 可是,不可以表示全部我要讲的东西。 已经很好了。 因为是受误,因为教理。 OK? 好。